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个 大家看到这个是一个注册商标 但是 这个注册商标里面就会讲故事 我跟大家也是一样 百家姓大家耳朵可以讲 百家姓三个字 在中国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这三个字 基本上来讲 百家姓在中国 皇帝以前我们中国人是没有姓 那个时候是部落士的生活有士 士就是部落的一个符号 士主主威 那到皇帝的时候他开始 有功劳的人开始 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他开始士信 然后这一个皇帝用士信的这一个概念 一直延继到周朝 到了周朝那个时候 真正有信的 有信的基本上来讲就是他 这问题会比较高 因为他对国家有贡献 等于就是对国家有贡献的大观念 所以在周朝的时候 总共产生了一百个 有被士信的贵子 一百个姓不是代表一百个家庭 因为他有的人是似同一个姓 那这样子的一个士信 文化一直到周朝 产生了一百个贵子 那平民百姓因为还没有姓 看到这一百个贵子呢 那不知道他姓什么 都会请问贵姓 这百家庭的 开始的意思是这样 是一百个姓 那一百个姓 不代表一百个家庭 但是总共不外 有多少个家庭 他只有一百个姓 那这个一百个姓呢 到后来 为什么我们所有的法人都有姓 基本上 这个是后来 到了汉朝 就是降雨跟流氓 那时候中国大乱 那个人分舟在国安城 然后整个中国大乱 那个时候呢 诸侯之间互相在打仗 为了老百姓能够为他立功 所以那个时候 只要你有杀人 只要有你立功就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 几乎所有的 中国人都有姓 所以 现在百家庭从汉朝以后 代表所有的华人 但是我们现在常常在练的 百家庭的版本 是重陶的版本 造权尊礼 这个是重陈的百家庭 现在蔡英文当台湾的总统 对不对 有人帮蔡英文给一本百家庭 重陈的赵百在第一位 因为为什么没有皇帝进赵 现在台湾的领导人总统 是蔡英文姓蔡 对不对 你们如果有去看 台湾版本的百家庭 蔡英文在第一位 那这个东西是学历朝历代 历朝历代 不是只有仲朝才有百家庭 只是仲朝因为文化水平比较高 仲朝的百家庭 流传到现在大家说 还没办法把他归关 因为他的异航 他的文化水平最高 那跟大家分享 在明朝的时候 朱元璋 所以明朝的百家庭 朱元璋 朱元璋的都摆在第一位 在清朝的时候 他们是满人 那爱兵解罗士 清朝也有百家庭 但是清朝的百家庭 他们没有把他们的 去摆在第一位 清朝呢 为了要推动 汉人为他的服务 所以清朝把同志的 摆在第一位 所以也是说 我们现在如果在讲 这个东西 我们谈百家庭 就是在谈文化 如果我们谈我们中国人的文化 我们的文化应该是什么文化 我们的文化最早的应该是 道教文化 老子 道教文化 然后后来孔子混道与老子 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 那孔子当然到后来 就变成儒家的代表 然后后来达摩 到中国来管 国教之类 所以中国现在的三大 如是道 如果我们用时间回来算是 道是 道如是才会 因为大华是最后进来的 那因为为什么 我们现在都讲 如是道 这个文化都关 这个是因为清朝 他 尊孔 把孔子在地位 那卢就买到最大 这个会有很方便 百家庭这个 一行就是说 我们中国人 可以称为 龙的传人 所以现在这个 这个百家庭呢 代表我们所有的华人 那我们当然都知道 华人呢 台湾两千三百万 大陆有自己利益 所以呢 台湾跟大陆 是代表 华人最多的地方 然后呢 我们都常常讲 我们是龙的传人 华人多 有这样子的说 这边呢 这是代表我们所有的华人 这边有一条龙 代表我们是龙的传人 把我们的华人传接起来 我们也常常讲 我们是黎黄子孙 这边用红色的代表 这边用黄色代表 所以这一个 这一个注射中标 他本身在表达的意涵 是这样子 文化生意产业是 什么时候 开始有这个名称 在还没有这个名称的时候 文化生意产业 不叫文化生意产业 他没有被归纳的时候 那个时候 确定就叫做贱 书画就叫做书画 没有一个 一个真正的把它成为产业的 这样一个做法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在 1997年 英国的 英国他们是 他们的隔队 或者还有共产内阁 推出来的 那他们当时 1997年 英国为什么会推出 这一个构奖 文化生意产业 因为我们都知道 欧洲人生活比较高 生活比较高 生活比较好 大家好像说 很羡慕欧洲人 好像外国的月亮比较远 但是基本上来讲 如果你真正的地理解 你会发现 不见得欧洲就一定会非常好 因为这个世界是这样子 英雅 友好 身体必拽 不好的用 大家会发分 就会再强盛 1997年那一年 英国的日子很难过 英国那个时候国家呢 那个时候 他们面对了很大的困境 在那个同时呢 那个时候呢 亚洲这边的韩国呢 也面临了一个很大的困境 韩国也发生一件事情 一眼美睛就有国家 大家都知道 那么当时就是英国他们本身的国家呢 因为本身的经济非常非常的不好 然后呢 已经面临了说不改革 大家的智子会越来越难过的歌 所以由他们的那个当时的歌回 推出了文化声音才可以这样子的概念 那现在在整个欧洲 文化声音才可以做得非常成功 英国上是一个代表 然后那个时候 亚洲呢 那个就是韩国 他面临的那个问题 因为他们当时的总统叫金沙总 金沙总为什么会跟我发生一感觉 就是因为 英国那时候日子不好过 韩国要过展 他是因为英国人 他们要怎么样解救自己 不好过日子的那个 那个故事 结果他 英国 韩国的总统 他觉得他的这个故事 他开始就解他们 就开始做 结果呢 我们 用现在来说 英国人呢 他们没有像韩国那样子 韩国是用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推动 所以现在整个发展 在整国 虽然是由于国发起的 但是韩国在整国超过英国 依现在来讲法 现在目前文化声音产业 推动的比较有特色的国家 比较成功的国家 发起国英国 那产值最大的国家是美国 然后再来就是韩国 再来是日本 日本现在已经被韩国超越了 然后河南 德国 中国 泰国 我们台湾还不进去 因为台湾的文章产业还没有成功 还没有产 那英国呢 他的文章产业 带动的他脱离平穷 也带动的他们 欧洲人跟亚洲人不一样 欧洲人比较重视生活平址 英国他发展文化声音产业以后 得到两个好处 一个好处在他们享受 具体享受美好的生活平址 因为文化声音产业 他不只是带来产值 他又带来你的生活和美好 简单的讲就是说 我们台湾人玩日本去 到日本去玩 对不对 你到日本去玩 你去那边 不管你一个礼拜 一半个月 你大飞机去 直接到此是不是要回来 日本人把他的整个国家 弄得那么漂亮 那么舒适 他比台湾人那么羡慕 那么喜欢 但是他每天在享受 你只能放假的时候再享受 所以当文化产业做成功的时候 当你把一个国家文化建设做好的时候 先享受到的事情 你本来是希望做过他来赚钱 对不对 但是你先把你自己的做到做好 你先享用 你先享受 然后你享受 你还能让国家过得更好 日子过得更好 这就是文化声音产业 跟一般产业不大一样 概念不一样 那美国为什么是世界文化产业产业 产业最大的国家 因为美国在英国还没有推动文化声音产业 这样子的概念的时候 基本上美国 他本身已经在做文化预标产业了 只是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像我小孩子的时候 好不容易台湾开始有电视机了 台湾开始有电视机的时候 你知道我当时看到的电视机里面在播的片子是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太空归族 美国的卡通片 那个时候是黑白的 那个时候美国已经把文化引交到全世界 包括台湾 所以呢 就是那个太空归族那家公司 叫什么名字 叫迪士尼 最近 大海迪士尼乐园 开幕 全世界最大的迪士尼 最大的游乐园 东京迪士尼 你知道东京的小孩子 他们今天小孩子 在家里不乖的时候 爸爸妈妈只要跟他讲一句话 他就乖了 他说你要乖 不然我不给你迪士尼 你看那迪士尼 能跟你做到 这个叫文化行交 那我们台湾呢 长时间被文化提交 提交到我们自己都搞不清什么是台湾文化 所以常常会有人说 什么代表台湾文化 所以想要去中国化 然后去日本化 去什么化 什么化都没用力了 你在这边把它全部融合 然后好好踏实 然后再把它发扬光 它就是台湾文化 但是 教育很重要 你不把这些台湾的文化的团成 团成好 那你今天被文化植入 植入到最后 你已经被文化引掉 你交到你自己 你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台湾了 你画起来的漫画 是日本风 是韩国风 所以我们的年轻人有一句话 叫哈日族 有没有 还有现在叫寒流 有没有 这个都很严重 可是我们 国家 没有去重视这个严重 这个就是 你已经被文化 凝交到底的孩子 已经失去自己的重担了 所以我们现在 年轻人画的卡通 你刚刚看西部 跟日本南国是一样的 我们正是 对文化漠视到 文化教育的失败 文化教育的不动 这是我们自己用的别人的 这个文化的这个 产权 我们自己都知道 最近那个 基督火车站 发生了 用那个 那个 那个 兜兜 中山公园 画一个 什么叫貓车站 那个 那个都是 就是 犯罪 因为那个都是人家的 智慧在那 和平岛 和平岛公园 很多人去捡那个 呼球 然后画那个 小叮叹 那个都是金钱 你没有经过人家 受钱 你就不应该去用 而且 你今天一用 从两个层面来讲 一个你已经被文化 文化洗脑 另外一个 你净化人家的智慧在那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 生活美学很重要 那我们今天讲 文化生育产业 它 跟 繁草产业差别在那里 文化生育产业是 你把它做好 就好像 你今天 种一棵大树 如果你把这棵树 种得过大 你的子孙就在树架成仰 然后如果这是果树 它没人就当然都果子 这样 文化生育产业 是一种 大根底的产业 简单的说 如果说我们把城市 有人想说 基隆市很丑 对不对 基隆市当然很丑 因为基隆市早期 太厚压 为什么早期太厚压 会很丑 因为我们中国 在台湾 最早 日本人留下的房子 是木板 对不对 因为基隆很会下雨 木板很容易烂 对不对 到后来就改用那个 砖的 钢筋的路列 但是那个时候 因为没有建筑可以夾出 偷薄啊 捧木城包上来盖 那因为大家都有钱啊 盖那个楼房很高近啊 两成都三成都就把它盖起来了 一个一个 光光怪怪的都没有什么设计的 那日本人留下来 房子很漂亮的把它拆掉 什么游戏都把它拆掉 这个东西 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不懂 那我们现在就必须要 让更多人懂 如果我们开始盖房子 政府单位来鼓励建商 鼓励建商不是利用 一些什么 四项瘦瘦的房子 是你鼓励 你盖比较漂亮的房子 然后我给你QA 我给你奖励 让大家喜欢买一个房子 或者大家喜欢住一个房子 简单的讲就是 反地产它应该走到一个什么概念 反地产应该走到一个艺术型地产观念 就是你必须把建筑物像艺术型这样子在建造 那整个国家街道到处的房子都很漂亮 叫你去华国 去欧洲 哇 那个就一辈子的 国家的财产 就是带大家 叫大家旅游就好了 所以 文化参与产业 是要把城市 特别拿到 生活品质的产业 那让他们由外到内 外面那个很重要 因为那个叫强迫行情调 你今天这个城市很丑 人家随来看做很丑 你那城市很漂亮 随来看做很漂亮 那这个是 现在讲地球村 文化参与产业虽然是地球村的一个概念 作为文化参与产业 也对不能说我们官僚我就在西洋市做 我们官僚我就在台湾做 那不行 文化参与产业要做一定要先的一个观念 你的文化参与产业是要临交点球的 要有这个观念 不然不会成功的 再来就是说 因为每一个国家 他的地底条件 他的过去的生活的文化病毒 所以每一个国家 虽然那么多的国家 在发展文化参与产业 但是他们各有差异 因为 发展文化参与产业 要把你自己最强的优点拿出来 才能够行交国际 因为你才能够感动别人 这是文化产业它本身要做的 文化参与产业 如果在台湾来讲 像 有时候 有一些团体也会要我去演讲 也是讲这个主题 那讲 我们都会 台湾就是大家来 那常常会碰到有那个 比较一致警察 他就会问 他说到底怎么是台湾的文化 那我们今天必须要很清楚 文化参与产业在讲的就是 你自己的文化为出发点 来叫做文化参与产业 你今天不能拿日本的东西来做 叫做文化产业那不行 拿美国来做也不行 那个叫帮你来代工 你一定要发展自己的 那台湾到底怎么是叫做台湾的文化产业 怎么叫台湾的文化 我们应该这么说 台湾是一个殖民地 比较有的蛮不多 我们说比较近的 就是台湾现在常常会吵吵吵吵吵的 就吵这个比较近 比较近的是什么 是日本在台湾有50年 日本留下来建筑物 日本当时有一些 日本50年在台湾做日本教育的 后来日本撤退了 回到日本去了 留在台湾这一块的 台湾的 不管那个都叫日本人 还是叫台湾人 反正日本总的留下来的就叫台湾人 中国 蔣宗正带了军队过来了 开始由蔣宗正在统治台湾这一块土地 然后问题来了 那个时候50年前用的日文不见了 开始用华文 所以要讲文化是这样 不要逃避 面对现实 韩国跟日本 他们都曾经用 他们曾经都是跟台湾一样 是受到这个中华文化 这样子的一个继承 但是日本跟韩国 他已经不叫中国文化 魏王说 他已经不叫华文化 最重要的原因 用什么来分这个分水里 用文字 因为日本他用的日文 日本开始用日文的时候 他跟中国文化就缺了 就这样他法律得很好 缺了 韩国 中华文化法律得很好 韩国说空子是他的 专武节是他的 冬秋节是他的 台湾啊 后来都买到 因为他在闻这个蔡宏传 都是他的 但是同样的 多不是他的 为什么都是他的 因为他用韩国 台湾 要发展台湾的文化 文化創意产业 你必要很清楚的 你要变对的 你用的文字是什么文字 我们用的文字是汉字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 我们在台湾要发展文化創意产业 你就是要用中华文化来发展 你绝对不能拿 东洋文化来发展 是中华文化 因为东洋是日本 因为台湾 你现在不能说 我现在来做日本文化 来做全世界 跟全世界讲 全世界讲说 这是我的文化产业 那是不同的 没有人会跟你承认 那就没有用 所以台湾 有条件 是什么条件 用中华文化来做一段产业 但是这个优势 时间很短 我赶快跟大家 报告过 这个优势 但是现在台湾还有 因为现在大陆的大人看不到 小孩子嘛 还看得懂 如果假设 你想想看 我们刚才有讲 大陆也是几亿华人 台湾有两千到百万 大陆的土地 那么大 台湾的土地那么大 如果假设 我们要用文创产业 做全世界 如果我们用中华文化 如果我们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向全世界 监告中华文化的产业 花扬 文化产业最好的中华文化 在台湾 兩千多万的台湾人用 中华文化 那十几亿的花园地的 那么大的一块土地 十几亿人口的 这个文化土地 结果代表 你如果是在台湾的话 那台湾的子孙 你又在这一块土地的孩子 生活会不好不好 壮三人 对不对 如果全世界要来 朝政中华文化 都要来台湾 花园地这样在大陆 但是如果台湾保存的最好 就像现在日本把中华文化保存的最好 那个逻辑是一样 如果台湾把中华文化保存的最好 那全世界想要交易 中华文化的魂串产业 就是要到台湾 台湾成为全世界的旅游大国 台湾成为全世界文化串产业的 高价值速度大国 国家很久 人很早 但是它成为大国 那这个日子就好多 这个时间很短 为什么 因为大陆政府很积极 因为大陆政府 他们是想要做什么 钱就把它拉下去 然后人就把它拉进来 他是无所不用 最积极的教练在做 但是我们台湾现在不一样 我们刚才在讲城市建设 那现在有看到台湾城市建设有准备 那现在有看到台湾城市建设有准备 那现在有看到我们的文化产业要开始有准备 没有嘛 因为台湾为什么没有 因为台湾都知道老百姓自己做 然后我们都知道那些大老板 他们不做文化产业 因为太麻烦 文化产业要讲文化 要讲专业 产业遥遥遥遇 因为文化专业产业是要养人 好像养孩子一样 好像动物一样 从小动到大 要动到很大还有用 刚开始没有年轻一样 那政府不推动 老百姓怎么推得动 因为小老百姓 比较年轻人他推动文化产业 因为他有创意没有钱 所以文化产业开始会有很多新的思路 就是希望借助大家的力量 中华文化产业 有说不完的故事 从老祖先开始 这是福利遇好 不要小看台湾这一块土地 我们现在在用的中华文化 他是全世界现在公认最严谨的文明 你看这两个尖尖 一个黑的一个白的 这叫印仰印 这个态度 基本上就是现在的电脑也的 电脑也的一根底的概念 所以老祖先的智慧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解释 我们现在常常会误会说 我们比较分美 老祖先他们比较多或比较不稳 但基本上我们从现在的 最近的这个天后一场 这什么一下子下大雨啊 一下子什么干旱 海轿 我们一大堆的天瞻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地球他 上一年我们的内 虽然讲通话的话有五千年文化 但是如果跟地球的岁月比 还是差距太长 那个代表什么 代表有很多的文明 在我们老祖先的文明 流传下来的文明 他们当时的科技 很可能是超越我们现在 只是因为经过毁灭 虹灾 没办法去考证 所以我们有很多考古 只要有研究考古就会发现 很多考古出来的东西的技术 我们现在还做不出来 那我们刚才讲说 哎以前的人怎么做的 这个是中国里面 最两个重要的 中国中华文化最两个重要的代表 这个叫胡基寺 我们中国人会讲 我们是龙的 反而就是从他开始 因为他是 第一个用龙 来当他的这个竹灰 的一个领袖 那这个就是 领性的一个代表 女蛙主天 那五彩子 这中国的文明 就从这两个人开始 然后全世界如一样 人类的文明呢 就是从太阳 我们中国人讲 听呀听呀 我如果不小心打 传掌一下 传掌说天啊 你不要打我 那个天就是在讲这个太阳 所以我们中国人 跟外国人基本上都一样 人类最早的自然 怎么办就从太阳开始 这个是中国的神话 你看那神树 旁边有一个人 在拿个弓在射 有没有 那个拿弓在射 那个叫后翼 然后你看那个神树 上面有九只鸟 有没有 那后翼 这是设下九个太阳 有没有 这一个树呢 代表九从天 每一只鸟代表一从天 所以后翼射日呢 是设下九只鸟 不是设下真正的九个太阳 但是我们 为什么神话讲后翼射日呢 为什么不讲后翼射鸟呢 因为 在我们老祖先的这些神话故事里面 就是把鸟也当做太阳在崇拜 因为鸟跟太阳一样 高高在天上的灰灰 所以人类很羡慕鸟 就把鸟 当做太阳在崇拜 那所以呢 鸟另外 再早期的鸟 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太阳鸟 那现在想到鸟 就来讲我们基隆市的文章产业 我们基隆市的四鸟就是 在川普大家常常会看到那些老名 有没有 那老名的鞋名叫做燕 燕有没有 上面好像是一个鸽有没有 下面是一只鸟 那一个在古代那一个不是鸽的意思 不是兵器的意思 那在古代是数字一的意思 代表一只鸟 因为鸟它的提醒是这样的 老运它算是往前 往前它们基本上都独行甲 出来都自己各自一只在飞 我们现在港股很多只在一起 那个东西是生态的关系 真正的野生的这种老运它 基本上不沉浸绝对 会沉浸绝对的是叫麻雀 这一类的鸟鸟 鸟鸟才会沉浸 那那个 那个鸟呢 是什么意思 鸟就是我们人类同败鸟 的一个文化的代表 现在有灰鸟 那灰鸟什么呢 灰鸟什么呢 就是鸟鸟能够在天上灰鸟 用木头做烟的形态 人类希望能够降烟 能够在天上灰 最早是中国人在灰 然后当然这个 用木头做成烟这个东西 一直经过试验到后来 中国的木匠 似乎 叫做鲁斑 鲁斑它姓公尊 叫公尊斑 它因为增长的地方在土 所以人家叫它鲁斑 鲁斑它做的木烟 在天上盘前了三天三夜 这个书上没有记载 所以它做成功了 后来大家都学鲁斑做烟 然后来说谁的烟能够会掉就 那有一次在比赛的时候 大家发现到其中有一次烟会降 所有的烟都不会降 只有一只烟会降 大家很好奇 就等到那一只烟掉下来的时候 大家就回来看 为什么你的烟会降 我们的烟不会降 你的烟会降 他说因为那个时候 他临时找不到木头 他用竹子代替木头做 那一只烟是用竹子做 所以他还会降 结果大家就开始学来用竹子来做烟 然后来比赛看谁的 比较会降 有一台港名字叫风针 这样子大家明白了风针的意思 风针的由来就是这样 那我们基隆寺的四鸟 就是风针的这个花样 那如果我们把基隆寺的文算产业 我们用这个风针来做文算产业 然后来行交来卖给外国人 那基隆寺有什么好处 我们要怎么样来行交基隆寺的文算产业 我们基隆寺 船从基隆港进来 我们基隆港进来以后 你看我们基隆这块土地 他是一面海三面山 对不对 进来港口正对面 高速公路这边 塞鼓尼亚也是上岸队 然后右边那边 左边这边中正公园中处山 那我们因为基隆寺 他以前就是军事要地 所以我们所有的山上都有炮台 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 这些炮台都已经不战争了 那些炮台不射准了 那讲现在战争那些炮台没有 武器进步到这样 但是那些炮台呢 如果我们把它拿来放空灯 那些台地都把它拿来放空灯 外国的炮瓦油的 炎炎的进来 看到基隆这个港口 全世界只有基隆这个港口 这么的天空这么漂亮 天空呢 彩色的风灯 我们可以让这个风灯 变成一个祈福的象征 来替代什么 替代台湾过去的一个错误的意象 我为什么要说那是错误的意象 因为台湾把放天灯 当台湾的意象在提交 但是在现在全世界在讲究的重方法 不然天灯基本上不方法 而且又危险 但是我们自己放在很高兴啊 人家外国人在叫做 那个野蛮民族啊 一天早上在乌浪反省啊 不然我们自己 来放在高兴 这个不好 我们没改变 放风灯来替代放天灯 那 这样子的一个提交啊 因为每一个城市你在若文在产业 你要去思考 你要去花香 但是你要能够真正的切耳市场 然后这些游客来了 他看到你这天空很漂亮 然后这风灯可以起 我都不凡意告诉他们这个风灯的故事 他们买回去做纪念 全世界只有在地狱港台上 那这个港口就会让人家记忆深刻 他这个船到处停啊 停在不同的码头 他都会买纪念品 你怎么样让你的纪念品 跟别人的纪念品不一样 能够在这一种旅程 这个就是文章产业的讲解 你看这个就是菜羊鸟 你有没有看到 鸟的旁边画的星座 这都不是现在的 这都是古代留下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我真正的告诉我们 我们的文化就是可以卖钱的